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开箱的视频 那么我要开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三样东西 大家猜到是什么吗 这里就已经是半套的全身调理了 我们来看一下有谁啊 有什么产品 第一个就是熏骨 第二个就是藤膩 第三个就是巧绿 就是这三样 这三样就是半套的全身调理 那么另外三样呢 另外三样有人知道是什么吗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让我知道一下 另外三样的全身调理有谁 嗯 猜中的话会有讲哦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开箱 第一个就是这个熏骨咯 然后它一样背后会有写 在哪里生产 然后过后会有写公司的地址 然后有ingredients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营养配搭 还有就是这里前面会写生产日期 这里的生产日期是上几个月 也就是8月份 然后是2021年的8月份 然后很多人会问 哎 我买了产品过后几时会过期 其实是两年的时间 那么8月份 去年的8月份生产 那么它的过期日期是2023年的8月份 所以是存放两年的时间 但是大家尽量不要存放 就是尽量的把它喝完 就是买了不要放着 买了放着对我们身体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要喝进去 要滋养我们的细胞才是对我们是最好的 那么这个我就开始开箱 其实它后面有一条线 那么其实这样子 轻轻一这样子 拉一下其实它就开到了 那么这个熏骨里面的成分有什么呢 这个熏骨里面的成分是有这个 冬虫下草菌尸体 五蓉 椎蓉 巴西蘑菇 还有这个绝名籽跟蓝莓 有6个成分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一天 就已经吃了很多个成分 一天吃了很多个植物进去的 因为这里就已经6个成分了 给大家看一下 那只小小一包 但是它里面的多糖体非常非常的丰富 然后它一包里面是4g 给大家看到这里是一个月的分量30包 一个月的分量30包 所以我出门都是 尤其是出门旅行 现在已经很多开放了 出门的话 因为现在病毒嘛 所以出门的话都是这样子拿了 直接放进我的包包里面 所以我出到去外面 我就没有用杯虫套 我就直接倒进嘴巴 然后再喝水 倒进嘴巴 八分倒进嘴巴 然后再喝水 所以出到去外面是很轻松很方便的事情 然后过后我就会喝干净 我会加水进去 然后再倒多一次就丢掉包装了哦 所以其实独立包装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 我们出门很方便 去到哪里都可以套 我们就这样子先拿 先拿一包出来 然后再开箱第二样 第二样就是这个藤蜜 一样它后面会有写这个ingredient 这个ingredient里面就是有这个聚集纸 西洋参跟罗汉果 所以是很好的滋养我们的心肝宝贝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 它的生产日期是6月23号 去年的6月23号 然后它过期也是一样 2023年的6月22号 所以它是可以放两年的时间咯 大家没有看过聚集纸 这个就是聚集纸 它是一个韩国很出名的一个成分 一个植物 那么也是一样 它背后有一条线 我们只需要这样子找到那个线的那个开关 我们就已经是开到了 没有准备到剪刀 所以只能够自己开一下 其实是很容易开到的 然后就打开 它一样里面是有30包的分量 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喜欢到处带 然后它味道很香 它味道非常香 因为它也甜甜的 因为它里面有罗汉果 所以也是一样 我出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拿几包 就这样子出门了 我就放在包包里面 然后它一样是可以这样子喝的 一样出到外面没有杯 没有shaker的话 一样是可以倒去嘴巴 然后再喝水 其实它含在嘴巴咯 咬的时候咯 咬那个粉的时候 其实是很好 我自己很喜欢 所以大家可以喝的时候 不需要喝 就是倒风 然后咬咬吞 咬咬吞 就很像在吃糖果这样子 它的味道是很棒的 然后我们再开箱 第三样就是这个巧绿 很大包 对不对 我们对比一下其他的 我们对比一下藤蜜 哇 其实它是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半主来 是不是 然后再对比一下这个 对比一下这个熏骨 熏骨比较小 然后这个藤蜜是普通包装 只有巧绿跟这个 Soy Pro 就是这个砖件是这样大的包装 而且这个砖件最新口味 已经是加大了 它的gram 38gram 没有加价 反而那个量加大了 所以真的是很贴心 反而更加饱足感 然后味道哦 我也非常喜欢 这个浆烤蒸果 非常香 然后 其实这个 它有十多种的蔬菜水果 它后面有写到很长 它后面有写到它的 很长 它最主要是大豆 洋车前子 香蕉 还有boccurry 然后还有spinage 还有这个 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 总共是13样蔬菜水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13样 然后这里3个成分 然后这里6个成分 13加3加6 就已经是20多了 对吗 一个早上哦 然后一天就已经吃进去 20多个蔬菜水果了 嗯 然后它一样 会有写生产地方 然后会有 跟我们讲energy 然后会有多少的protein 等等 那么很多人怕带餐 是很高卡路里 但是这个巧克力 吃多样蔬菜水果 它的这个卡路里 是154个卡路里 所以是非常低的 然后它又很耐饱 因为它有洋车前子 纤维含量高 就会让我们有这个 满满的饱足感 因为我们一家人 都非常注重纤维 我妈妈也很注重纤维 然后也影响到我也很注重纤维 所以我都会 每一天都会摄取足够的纤维量 那么它的生产日期呢 它的生产日期是5月20号 2021年去年 那么它的这个过期日期呢 是2023年5月19号 也是一样可以放两年的时间 所以其实非常容易开到 透明的包装在 然后里面很大一包 开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是吗 尤其是开健康 开健康的这个视频 开健康的箱 真的是很开心 那么它就是几大个呢 它就是酱大个 酱大一包 三生六gram 那么其实它有没有菜味呢 其实我自己是很怕菜味的 我也没有什么吃生的菜 所以我自己是不吃 就不喜欢菜味 所以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这个soy cream里面是没有菜味的 它是很香 这个原味是很香的cappuccino味道 非常香 所以会很喜欢 我们不要一直跟我们的 就是一种不错的 好那种不错的